新北市跟台南都发生了住宅火警 先来看到新北市三重的一间透天措 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冒出浓烟 黑家三口被救出来 同婚伴侣两名女子一度没了生命迹象 经过抢救还没有脱离险境 而另外在台南市南区也有住宅大火直窜 现场有五个人受困紧急灌救 但不幸的是一名69岁富人 被发现倒卧在电梯间明显死亡 烟很浓 火很大从民宅顶楼不断窜出来 收房队员急着拉水先灌溯 可怕的是里头还有人受困 白衣女子先脱困 惊魂未定全身需脱立刻上担架送医 只是屋内还有人没有逃出来 收房队员最后在电梯间找到人 但不幸已经明显死亡 家属听闻收集实在崩溃难以接受 1号上午11点多台南市南区这道民宅惊传大火 无人受困其中两人冒险逃了出来 但有一男一女还困在四楼 云梯车及时抢救 两人轻微呛伤送医 不过最后搜索在六楼电梯间 发现69岁陈姓富人已经死亡 逐城去搜索 最后在六楼的电梯间那边 当时火势猛烈隔壁邻居担心被波及 赶紧跑到顶楼洒水降温 而其后点疑似就在这栋四楼卧室 无情恶伙夺走一条性命 同样新北市山穹也发现意外 巷弄内透天错烧起来黑烟弥漫 妇人放声痛哭 因为她女儿和同姓伴侣被救出时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新北市山穹 一见透天错 接近中午时烧了起来 附近住户精进撒坏 甚至还听见爆点声 起火点就在住家二楼 屋主女儿低时间跑上楼 呼叫伴侣逃生 不料同时受困 只能在三楼警关房门等待救援 消防人员最后发现两人 倒过没了生命迹象 索性送医抢救被救回 但目前尚未脱离险境 据了解两名女子结尾伴侣 在住家楼下开扫餐馆做生意 不料公秀日 竟然碰上火警意外 差点没了命 接着中午报道